上帝用爱浇灌 我们要结出好果子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 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 以赛亚先知 出身贵族世家 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 他的文采优美 也很擅长使用各样的比喻 来传讲上帝的启示 这一章 以赛亚先知 就要用一个葡萄园的故事 来告诉我们 上帝对以色列的心意与期待 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 以赛亚书第五章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 是我所爱着的歌 论他葡萄园的事 我所亲爱的 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 他刨挖园子 捡去石头 栽种上等的葡萄树 在园中盖了一座楼 又凿出压酒池 指望结好葡萄 反倒结了野葡萄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 请你们现今 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 断定是非 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 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我指望结好葡萄 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 现在我告诉你们 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 我必撤去篱笆 使它被吞灭 拆毁墙园 使它被践踏 我必使它荒废 不再修理 不再除袍 荆棘吉林到要生长 我也必命云 不降雨在其上 万军至耶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它所喜爱的树 就是犹大人 它只望的是公平 谁知道有暴虐 只望的是公义 谁知道有冤生 祸灾 那些以房接房 以地连地 以至不留余地的 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 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 成为荒凉 无人居住 三十亩葡萄园 只出一罢特酒 以赫梅尔古种 只结一衣法粮食 祸灾 那些清早起来 追求浓酒 流连到夜深 甚至因酒发烧的人 他们在研习上 弹琴 鼓塞 击鼓 吹笛 饮酒 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 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 所以 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辱去 他们的尊贵人 甚是饥饿 群众极其干渴 故此 因间扩张其欲 开了无限量的口 他们的荣耀 群众 繁华 并快乐的人 都落在其中 卑贱人被压服 尊贵人降为卑 眼目高傲的人 也降为卑 唯有万君之耶和华 因公平而崇高 圣者神 因公义显为圣 那时 羊羔必来吃草 如同在自己的草场 风肥人的荒场 被游行的人吃尽 或哉 那些以虚假之戏神 牵罪孽的人 他们又像以套神 拉罪恶 说 任他急速行 赶快成就他的作为 使我们看看 任以色列圣者 所谋划的 临近成就 使我们知道 或哉 那些称恶为善 称善为恶 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 以苦为甜 以甜为苦的人 或哉 那些自以为有智慧 自看为通达的人 或哉 那些勇于饮酒 以能力调浓酒的人 他们因受贿赂 就称恶人为义 将一人的义夺去 火苗怎样吞灭碎阶 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 照样 他们的根必向朽雾 他们的花 必向灰尘飞腾 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 耶和华的训回 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 所以 耶和华的怒气 向他的百姓发作 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 山岭就震动 他们的尸首 在街市上好像粪土 虽然如此 他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身不缩 他必树立大旗 周远方的国民 发嘶声叫他们 从地脊而来 看哪 他们必急速奔来 其中没有疲倦的 半叠的 没有打顿的 睡觉的 腰带并不放松 鞋带也不折断 他们的见快力 公眼上了弦 马蹄算如尖石 车轮好像旋风 他们要吼叫 像母狮子 咆哮 像少壮狮子 他们要咆哮抓石 坦然叼去 无人救回 那日 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 向海浪碰轰 人若望地 只见黑暗艰难 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 神原本期待 以色列这个特别的民族 可以结出甜美的好果子 也就是依靠神 活出美好的样式 并且成为列国的祝福 但遗憾的是 以色列却一步一步远离了神 也犯下许多 违背神心意的错误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也有一座葡萄园 你希望它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 相信这段历史 是我们很重要的提醒 让我们彼此鼓励 每天都更认识神的心意 并且求神给我们力量 一起结出丰盛 甜美又营养的果子吧 我们亲爱的高 亲爱的爵苏 求你加给我力量 使我能竭力追求 活出结实累累的生命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 在神的话语中 活出奉神的生命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